继续读莫斯科绅士 机会 哎呀,一起去吧 还是不去了 别这么死板吧 不是死板 你这么肯定 从这个词的定义就知道 没有谁能拿包票 说自己绝对不死板 就是吗 就这样 妮娜终于说到伯爵 加入了她最喜欢的活动 躲在阳台上偷看宴会厅 伯爵不愿和妮娜同去的原因有二 首先宴会厅的阳台极其狭窄 并且程度飞扬 为了不被人发现 你的公腰驼背的在栏杆后面趴着 这姿势对身高超过六英尺的成年男人来说实在难受 上次伯爵陪妮娜去过一趟阳台 不仅蹲到裤缝开裂 而且过了整整三天 她脖子上的疼痛才消下去 其次几乎可以确定今天下午的宴会厅 又要进行一场大型集会 今年入夏以来 在酒店举行的集会越来越频繁 大厅里时不时就会进来一群人 横冲直撞的边走边指手画脚 有时还会停下脚步 激动的讨论这些什么 进入宴会厅之后 他们肩并肩的和他们的兄弟见同志站到一起 每个人都会粘起一根香烟使劲的搓起来 在伯爵的印象中 布尔什维克尔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以各种形式或者出于各种目的进行集会 在短短一周里 他们要开的会可能包括委员会 决策委员会 讨论会 代表大会和全体大会 他们聚在一起制定规章 逆丁计划或者收集意见 可其实就是给那些古以有之的弊端和积析 按上一个最新潮的名字 如果说伯爵对偷看这些集会的确不感兴趣 那并不是因为他讨厌集会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 即使辩论双方换成西塞罗和卡提林 或者是哈姆雷特和他自己 他也不会趴在栏杆下面去偷看 不 这跟意识形态无关 简而言之 伯爵不过是觉得 所有跟政治相关的讨论 不管是哪种信仰 都太枯燥乏味了 可话又说回来 这不正是一个头脑死板的人说的话吗 不用说 伯爵最终还是跟妮娜一起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 他们绕开了伯亚尔斯基餐厅的入口 确信没有人发现他们 这才用妮娜的钥匙打开了那扇 没有任何标志的通往阳台的门 阳台下面一百多人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余下的一百来人挤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 台上摆着一张张木桌 桌后坐着三位令人敬畏的人物 看来参加集会的人已经到齐了 今天是八月的第二天 加之这里刚刚举过两场集会 此刻宴会厅里已达了32度的高温 妮娜手吸并用地撑在地上 在栏杆后面蹲了下来 伯爵也照她的样子弯一下身去 瞬间她裤子后面的线风又开裂了 糟了 她孤弄了一声 尼娜说道 上次和尼娜一起躲到阳台上偷听的时候 伯爵对这间宴会厅的巨大变化深感震惊 因为不到十年前 莫斯科所有的社会名流 都还穿着他们最华丽的服装 在巨大的知行吊灯下跳着马祖卡舞 以后为沙皇的健康举杯庆祝 可偷看完两场集会之后 伯爵却得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结论 尽管爆发过一场革命 这间大厅其实并没怎么变 比如说此刻有两位年轻人刚进来 看样子正越越欲似的想加入辩论 然而这二位并未理会身旁的任何一个人 而是横穿整个大厅 一直来到坐在墙边的一位老者跟前 向他致意 这位老者很可能是经历了1905年的革命 或从在19世纪80年代写过传单 或从在1852年跟马克思参加过同一场晚宴 不管是靠什么爬上这个显妹的 总之这位老革命颇为自信地点了点头 坦然接受了两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小伙子 对他的敬意 整个过程中 这位老人一直在椅子里坐着 而那把椅子正是沙皇的公主安娜波瓦 在每年复活节圣装舞会上借鉴尽责的年轻王子们坐的 还有那位看上去颇为顺眼的家伙 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跟这个握握手拍拍那个的肩膀 做拍跟特利亚科夫王子如出一辙 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都表演了一番之后 在这边严肃地聊上几句 再到那边看几句玩笑 他总算要暂时告退了 其实只要一出大门 他就不会再回来 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让宴会厅里的每个人 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现在他就要赶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会场 而这个会场是在阿尔巴特区一间温馨舒适的小屋子里 当晚的议题将结束之际 少不了会有一个像备受沙皇宠训的 拉得严苛上校一样的年轻少壮派 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模大样地闯进会场 据说这位眼下正是列宁跟前的红人 他在众人面前不遗余力地炫耀着他的权势和忙碌 可对最起码的礼节他却默然视之 全然不放在心上 从然如今的宴会大厅里 穿初步衣服的比穿开四米洋衫的要多 穿灰暗色调的也多过穿金色的 可难道在衣服肘部缝一块衬垫 欲在肩板上搓一块尖章就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如今那些样式普通的帽子 难道不是和以前的双脚帽和高筒军帽一样 都是戴在头上用来表明一种特殊身份的吗 还有就拿坐在台上手握着木锤的那位官员来说吧 他绝对买得起量身定做的西装和笔挺的西裤 但他就是要穿得如此 蓝绿不堪 因为他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工人阶级 会议秘书长突然操起木锤 在桌上急促地敲了几下 他宣布全俄铁路工人总工会莫斯科分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现在开会 所有的门都关上了 座位上也都坐满了人 尼娜屏住了呼吸 会议开始了 前15分钟里就有六项管理事宜被提了出来 而且都迅速达成了决议 并交付实施 这让你不禁感到欣慰 兴许这场会议能在你的腰背坚持不下去之前便宣告结束 可随之到接下来议论的议题却备受争议 这是一份修订工会章程的提案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要修改章程第二端中的第七句话 此刻秘书长正在宣读那句话的原文 坦白说这句话的确有些磅礴的气势 他与逗号极尽温柔以泥之能事 就像句号抛住脑后 久久不予理睬 因为他的目的显然 是要将该工会所有的美德 当仁不让地概括一遍 他们包括却不仅限于毫不动摇的肩膀 不屈不挠的步伐 夏日铿锵而有力的敲锤声 冬季铲霉时的加倍心情 深夜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气敌声 然而在这个深刻的令人刮目相看的句子的结尾 却有这样一个结论 通过他们不知疲倦的辛劳和努力 俄国的铁路工人们 为各省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提供了便利 前面的声势造得那么大 最后却落了一个如此的结论 未免有些糊头蛇尾 伯爵暗想 然而议会者之所以反对这句话 并不是因为它整体上缺乏热忱和活力 而是对提供便利这几个字不太认可 具体来说 有人认为提供便利这句话里的动词 太过温柔拘谨 完全未能体现出大厅里这些人真正的劳动价值 我们干的活可不像替女人披件衣服那么简单 后排有人大嚷了一嗓子 或者帮他们涂指甲 说得好 说得好 好吧 这话也在理 可究竟采用哪个动词才能更好地描述工会 所从事的工作呢 同样 用哪一个动词才能体现出工程师真正的劳动价值呢 还有那些不知疲倦的时刻保持着警惕的思杂员 以及靠着一身结实的肌肉卖苦力的铺给工人 诸多建议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被递了上来 促进 推动 付权 大家就每一个替代词的优缺点都热烈讨论了一番 概括起来有三类意见 羞辞问题 感染力 还有从后排发出的不满的嘘声 这三者中间又夹着木槌敲击桌子的声音 而与此同时 阳台上的气温已升到了近36度 当伯爵学的这场讨论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骚乱的时候 坐在第十排的一个似乎有些腼腆的小伙子建议 也许应该用推动或者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 他解释说这时候他的脸已经红得像个盆子 他解释说这两个词不仅把铺设铁轨和驾驶机车等工作都囊括了进去 还包含了日常的系统维护和维修 对就是他了 铺轨操作和维护推动和确保 会场的每个角落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后来这小伙子建议很快就能得到信任并通过 就像驰骚在西伯雷亚大草原上的工会火车 他就在他即将抵达终点之际会场的第二排 站起了一个古兽如财的家伙 那人十分瘦弱 以至于看见他 你首先想问的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在工会谋到一个职位 确定已将全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之后 这位办公室的后勤职员或者会计 全俄罗斯的明星记账员 用一种你提供便利这个词同样冷淡 而古兽的调子说道 诗的语言必须简洁 如果用一个词就足够答义的话 我们就没必要用两个词 那是什么意思 他在说什么 好几个人不由地站起身 想揪住他的领子 把他从大厅里拽出去 可没等他们的手挨到他 第五排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 连声都没起 坐着回呛了一句 恕我直言 诗当然要简洁 但普天之下的所有物种里 雄雄不都有雌性和它相配的吗 照你的意思 有一个性别就够了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 就这样 大家用举手赞成外加一起跺驾的方式 通过了这项用推动和确保 来代替提供便利一次的决议 与此同时 在外面的阳台上 伯爵也不得不承认 正是讨论似乎也不全是那么枯燥乏味 会议结束后 伯爵和尼娜从阳台上下来 回到走廊里 伯爵的感觉还不错 他很高兴 因为会议场上那些向全力致敬的人 那些互相拍着肩膀寒暄的人 那些大模大样深深来迟的人 无疑不让他觉得和过去竟如此相似 而且他自己也想出了许多有趣的能够代替允许和确保的词语 比如说衬托 推动 或者撞击 冲击等等 不宜而足 尼娜问他今天这场辩论如何 他原想回答说 很有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 莎士比亚的风格 也就是说他像极了无是生非中的到个伯里 无是生非 一点没错 伯爵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他运气不错 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 尼娜就已经谈起自己的感受来 在问完他感觉如何之后 他根本没耐心听他说完他的真实想法 真的很精彩 很棒 不是吗 你坐过火车吗 火车是我外出旅行时的首选交通工具 伯爵说 尼娜的这个问题把他吓了一跳 他饶有兴趣的点了点头 我也是 坐火车旅行的时候 你有没有和同行的旅客交谈 有没有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昏昏露碎呢 这些我都经历过 对呀 但你有没有 哪怕很短的时间 想过那些煤是怎么到火车的内燃机里去的 当火车穿过森林或者是爬上陡坡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那里的铁轨是如何而来的呢 伯爵顿了一顿 他在想 再回忆 然后坦诚到没想过 尼娜一味深厉地看了他一眼 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在这种情况下 谁能不认同尼娜的花呢 伯爵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